条件里头大家一定要记住 头一个是敬业散伏 那是最高指导缘则 你要是违背人就全功尽弃了 不管修什么全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无论修学那个方法 你学六合经也好 学六波罗蜜也好 学十元也好 发阿弥陀佛四十八元也好 全是空的 你统统做不到 为什么 没根 然后你才晓得这个根底是多重要 你要真正想成就 你都非常认真去学地质规 感应片 十三叶 你不在这上的时候 你全功尽弃 林明龙说往生 那是好听的 不是真的 真能保证往生吗 真正往生 绝对不是说身体柔软 头顶发热 不是的 身体柔软 身体头顶发热 保证不堕三火道 这是真的 他来生 他来生到人间来 也是富贵人 也是很有福报的人 多半生天 而天一般都是在欲界 欲界一般来讲 最高的是套礼天 四王天以下 还有很多天界 在四王天之下 就到这些地方去了 那身色借天 要有沉定 他没有沉定功夫 他去不了 无色借天 那更没份了 所以他轮回的范围 并不大 什么样的人 真的往生 灵命总是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起我 我走了 那是真的往生 他自己看到了 别人看不到 如果他不是自己 亲自说的 都靠不住 这个要知道 那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证明 他正往生 往生之后 你求他 他往生到极乐世界 托个梦给你 如果你真梦见 他往生 真的不是假的 你问什么 他往生 他才有能力 托梦给你 他要不是往生 他没有能力 他变不出来 这也是一个 可靠的信息 他把梦给你 他偷偷露 你带不住 可靠的信息 他在你 是下班的 你带不住 他 你带不住 你带不住 你带不住